《耶勒米亚》第26章 耶勒米亚第26章 由大王約使雅的兒子約雅今即位之初,上主有者話傳給耶勒米亚說 上主這樣說,你去站在上主殿雨的庭院裡,對由大各成凡來到上主殿內朝拜的人,說我命你對他們應說的一切話,一句也不可減少 或許他們會聽從,忠於各自離棄自己的邪道,使我後悔而不降,曾因他們行事邪惡,給他們想降的災禍 你應對他們說,上主這樣說,假使你們不聽從我,不遵行我給你們當免頒布的法律 施制和先知以及全體人民,都聽見耶勒米亚在上主殿裡宣布了這些話 當耶勒米亚講完了上主命他向全體人民應說的一切話以後,施制和先知以及全體人民就拿著他說 你真該死,為什麼你奉上主的名譽言說? 這殿必要像史羅,這城必要荒蕪,而沒有人居住呢? 全體人民都在上主的殿裡集合起來反對耶勒米亚 由大的民事官員聽到發生了這事,便從皇宮上到上主殿裡,坐在上主殿裡的身門口 施制和先知便對官員和全體人民說 這人該死,因為他預言反對這城,你們也親以聽見了 耶勒米亚誰答覆官員和全體人民說 是上主派我預言你們剛才聽到的一切反對這殿和這城的話 現在你們應該改善你們的品行和作為 聽從上主你們天主的勸告 上主就必會後悔自己曾決意要吸你們降的災禍 至於我,看,我已在你們手裡 你們看著怎樣好,怎樣對,就怎樣對待我 但你們卻要切實知道 你們若殺害我,便是給自己和這城與其中的居民招來無辜的血債 因為實是上主派了我來,給你們當面宣布這一切話 官員和全體人民於是對施制和先知說 這人不該死,因為祂是奉上主我們天主的名,向我們發言 且有地方上的一些長老也相繼起來 對集合在場的全體人民說 在猶大王希則黑雅時日內,有摩勒舍特人米該雅先知 曾對全體猶大人民發言說 萬君的上主這樣說 希雍要變為奸地,耶路撒冷將成為廢墟 聖殿的山必化為樹木重生的幽靈 由大王希則黑雅和由大又何曾將他處死 喜不示敬為上主,求上主開恩,至使上主反悔不降自己對他們曾決意要降的災禍嗎? 為什麼我們要自找苦受,做這窮空極惡的事 此外,尚有一人,黑黎雅特耶亞靈人寫馬雅的兒子烏黎雅,也曾奉上主的名說過預言 他說預言反對這成和這地,與耶勒米雅的話完全一樣 當時的約雅今與其所有軍政官員聽到了他的話,王就切法要殺他 烏黎雅聽見了就害怕,逃往埃及去了 約雅今王誰派人到埃及去,即派阿格波爾的兒子握以納堂和隨從他的一些人到埃及去 從埃及引渡烏黎雅,解宋給約雅今王,王把他斬了,將他的屍體拋在平民的宮墓裡 唯有沙番的兒子阿希今一手為護耶勒米雅,不讓他交在人民手中,遭受殺害 祝你倆,辛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